昨天晚上八點多 在高雄大社區和人武區一帶 瞬間被白霧籠罩 煙霧瀰漫的程度 一度看不到路 甚至有民眾用呼吸困難來形容 因為家中有氣喘的家人 先來聽聽民眾怎麼說 那消防局接獲報案之後 開始尋找煙到底是從何而來 結果找了半天 終於在大社區和平路一段的產業道路旁 找到起火點 是一堆建築廢棄物 那消防員戴上口罩跟手電筒 把木材丟到一旁 一邊翻著木材堆 一邊用水珠噴灑 終於在半個小時之後 將火勢撲滅 不過根據了解 這塊土地似乎是業者 拿來作為這個堆放 垃圾的地方 還挖了一個大洞 不過業者否認是他在燒垃圾 一起來聽聽消防人員和業者的說法 這塊土地似乎是業者的 因為他泰圾就看起來 他卻說我有沒有人這樣 所以說要像土地似乎 這樣而已 不說你不能做多少錢 你怎麼可以像土地似乎 你就像土地似乎這樣而已 你怎麼這樣而已啊 就是一點點 沒有啊 不是頭啊 我過去你看啊 我這次坐你過 就不會在那裡看啊 所以我看我被隔壁 我在那裡看會有點有 這塊是不少 现场的民众是相当气愤 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所以才会这么气冲冲的一路找到这里 认为业者必重就轻 警方和环保局也到场了解 要调阅附近的监视器 厘清火灾发生的原因 同时也先针对违法堆积废弃物 这部分开罚